為在柏爾港邊 河邊集團旗下的香蕉碼頭 有員工爆料公司積欠薪資和退休金 資深員工控訴 拿不到全額的退休金 還有員工在臉書PO文 說有超過二十名員工 因為沒有領到薪水 活不下去而離職 跟公司開協調會談和解 讓公司分期償還 但是公司卻沒有履行 業者不只是積欠員工薪水 還有多比的銀行債務 從一百零七年到一百一十年 法令的支付命令 薪額多達數千萬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有延期發薪 但是我們都是有在做還款 是正常還款的 我們都是有在做協調 那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因為大疫情跟大環境的情況下 我們都是慢慢的在做協調 員工被機械薪資 這一年多來 勞工局表示已經有接到多人申訴 十多位的勞工 來我們那邊陳情 勞工局已經進場檢查了 那現在是依行政程序 限期業者來做相關的說明 一到兩年確實有幾件 因為工資未權而給付 而我們給他做相關的行政財處 疫情期間很多餐廳倒閉 河邊集團努力撐下去 卻爆出了勞資爭議 員工們只盼能夠早點拿回辛苦錢 三年七晚朱伟達何正鳳 高雄報導 新鮮海產大火快炒香噴噴出爐的料理 是尾牙熱門首選 外表酥脆肉片噴汁 百年歷史的悶爐烤鴨率先引進台灣 總是引領話題 高雄外匯婚宴尾牙知名餐廳 一手創辦起來的是他 被稱為餐飲夜男霸天的張素蘭 我們採用活力多銷的經營方式 讓顧客能夠低價位吃到高檔的海鮮 二十年前經營海鮮餐廳的張素蘭 他始終路上的店面幾乎坐無虛席 慕迎而來的消費者 有人一個禮拜連吃五天 就是衝著海鮮便宜又大碗的噱頭 張素蘭人稱米粉西施 百首起家 張素蘭的第一間店就位在愛河旁邊 所以有不少客人 就以河邊來稱呼他的餐廳 海產都不錯 感覺他生意好不好 很好 公司有時候聚餐都會在那邊 當年興盛的市中路店面 調整了原有的蔬食業務 在附近同樣的招牌開門營業 張素蘭一手建立的餐飲王國 從民國58年一間小吃店開始 一路有了透天店面 一度跨足經營愛河畔露田咖啡 生意興隆的時候年收入破千萬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 香蕉碼頭中皇氣派的宴會廳 當時不只拿下知名企業團善 還引進了百年烤鴨掀起話題 別說中午晚上一桌也沒有 就整天都沒有生意 民國107年有網路傳言餐飲集團跳票 讓業者揚言對不實的傳聞來提告 疫情衝擊下女董座出面受訪 分享經營的甘苦談 經歷過起起伏伏的創業路途 餐飲南霸天阿蘭季亞 能不能順利撐過這一關 眾所矚目 三地新聞和鎮鋒諸位達出語容 高雄報導 我們下期待就好 我們下期待就好 村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